2000年的春天 有一天早上 我从住家 漫步过来这附近 那时候就发现 穿过那个兵工厂 不自觉地走到一个 绿树所环绕的宿舍区 那时候就惊觉说 在台南的旧市区 竟然有一处类似桃花园 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日本宿舍区 那就激起我们的好奇 所以我就带领着 古都基金会的一些朋友 就开始去探索这里的绅士 一查才发现说 原来这里是大概在 1930年代所带的一个 日本陆军步兵第二连队的官舍 原日军步兵第二连队官舍群的位置 本来是清代总镇兵署的所在地 清代时总镇兵署 是台湾最高的军事统治机构 当时的军事统治区 以德庆西为分界 南岸是台湾人聚居的地方 北岸有练兵场 火药库及总镇兵署 分隔十分清楚 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后 日本人开始选定台湾永久冰营计划的位置 冰营设立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个不要距离市区的民众太近 第二个也不能太远 第三个是希望土地相对的比较高 比较干净卫生的土地 最后决定沿用清代的军事基地 才逐渐形成后来整个军事部署的样态 1925年台湾三炮兵第二中队 迁移至台北 原空间便规划为台湾步兵第二连队的官舍 从现存古迹建筑文理透露出的讯息 可以推敲日志时期军队的生活轨迹 台湾步兵第二连队过去的大门 大约就是现在成大建筑系的位置 沿着前锋路转往小东路 经过铁路 衔接北门路 穿过台南公园就可以到达 原日军步兵第二连队官舍群 在台南公园南侧的协行舍 是当时陆军的交易俱乐部 台湾步兵第二连队驻房在这里 它的守备范围包括佐水溪以南 一直延伸到南部 东部 到今天的花莲 它就参与过几次重要的战役 比如说花莲的七角川事件 著名的物色事件 1946年 随着学校改制为台湾省立工学院 也需要增设宿舍 便向国防部商界原日军步兵第二连队官舍群作为教师宿舍 1950年画家郭伯川任教台湾省立工程学系 曾入住宿舍群 因而在2015年 郭先生当年住所正式挂牌为名人故居 郭伯川纪念馆 那父亲非常满意 三人一项的这个故居 后面有鱼池子 那父亲更喜欢的是 后面有一棵高高的椰子树 前面有一棵半圆形的七里香 他说这个如同前螺后散 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真心就定下来 所以这是他在绘画里头另外一个高峰 张玉皇建筑师从发现到进一步的探索 实察和研究 着实为原日军步兵第二连队官舍群 投入许多心力 在2000年7月左右 我们就进驻了这里 做很多的生态调查跟建筑调查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对这里的理解 把它介绍给外面的这些民众跟伙伴 知道说原来日本宿舍 或是它延续之后的 所形成的成大宿舍区 它是一个台湾非常珍贵的 这种居住空间的形态 做完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一本 叫做《三乐一项》 一个关于台南日本宿舍区的故事 让民众进来这里 去认识这个日本宿舍区的美好 原日军步兵第二连队官舍群修复工程 赋予成吉多年的古迹建筑新的生命 让它一如周边的自然环境般 展现出盎然的生机 也让市民能够在与它互动的同时 感受历史的温厚 更让它存在的时间 融入新的记忆而不断延伸 我们期待故事会一直继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